西雅途工立學校的總監Denise Juno 各位家長好 我是西雅途工立學校的總監Denise Juno 大家都知道在過去幾個月 校區是非常的努力 希望在9月份重開學校 我們繼續和景棍的公共變康部門 華州的教育局和州長辦公室緊密合作 從數據、科學和研究 目前景棍的新冠狀病毒感染率明顯上升 雖然我們希望在9月份開學的時候 所有學生都可以部分時間上學 很明顯現在這個不可能了 在全世界有些國家能夠成功的重開學校 是因為他們的冠狀病毒感染率在下降 根據目前景棍傳染的預測 我們沒有辦法開學校 因為感染新冠狀病毒的危機是非常的明顯 根據這些數據和健康的指引 我會建議校董會 今年開學的時候 我們是往常的學習 直到這個新冠狀病毒的傳染率是相對的下降 下降到一個地步我們可以重新的面對面學習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我知道學生和老師 在學校課堂上面對面的學習 是最好的學習的環境 我不是輕易做出這個決定 我是和我們附近校區的領導 我們的教育家和我們學校的領導 討論過這個問題 作出這個決定 我知道網上的學習對很多家庭來說 是一個非常的困難 我知道也不是很容易 但是我知道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在這個環境之下 令到所有的學生都學業有成 我們的教育家已經準備好 和願意令到所有西雅圖公立學校的遠程教學 每一個人都能夠成功 包括我們的家庭 雖然我們在這個疫情當中 每個人的經歷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是同舟共濟 這個環境和諮詢是不斷的改變 我們也會盡量的適應 和盡快的時間告訴大家 13 我們個人的努力 將會成就了我們將來集體的成就 所以大家繼續的保持社交距離 和跟從公共衛生部門的指引 戴口罩 不單是你自己 你的鄰居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和你的外人 當這個新冠狀病毒的傳染率降低的時候 這樣我們就很快就可以回來面對面了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盡我們的本分 我繼續的要將最新的消息告訴大家 所以在8月份我在面書上有一個直播的會議 我會將我所建議重新開學校的計劃 和它的內容告訴大家 校董會會在8月12號投票 看看通不通過我所建議的計劃 其他的更新 可以瀏覽我們校區的網站 多謝